嗨,大家好,我们又出发了,今天我们到了Arcadia的subway 还是可以坐着车,我们要去哪里呢,一会儿我们揭晓 我们现在终于有了100%的电,我喜欢这个小镇,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小镇是很方便 他要去城里的话,有个地铁就能直接到,地铁有个叫城铁吧 很方便,你看到这还有一小公园,现在十一点半 我们刚出门,是不是太懒了,今天是周六 也不算刚出门吧,刚才吃这个麦当劳 好吧,那就先这样,节也好了 Hello,大家好,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可以走了 终于到了这个,哪里呢,叫贝弗里山庄 你看那个Tiffany Cole 这全都是名店这块 然后这有一个大饭店 加拿大的国旗,美国的国旗 哇,Tiffany这个店看来也是有年头了 那这个是,哇,这游客还很多呀 这是真正的贝弗里山庄 大家都会在这照张相啊,拍眼片子啊,拍眼照片啊,流电啊 很多人都是,目明前来的 这代表着福华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 这个台阶,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在这办大party的时候 我都记得有这个台阶,很像这个西班牙台阶啊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 今天别看这艳阳天,但实际上温度才22度 还是很舒服的 哦,你看这两个天使 这是百年龄是吧 这是特别有名的一个飞行腕表 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飞行腕表 它的表盘都很大,49毫米那种飞行腕表 它的代言人是那个,叫什么,贝格汉姆 这条街,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啊,这是Richard Mill,理查德米勒 哦,这个表是属于是,叫什么,富二代们愿意 怎么感觉跟关了的似的 富二代们愿意带的表,一块表 一百万美元,太奢侈了 哦,这是万克亚宝 你看他那个装饰了吗 那个,万克亚宝 这,这条街真是,这都是那个,这真是叫什么 国贸 北京的国贸,上海的这个,恒龙广场 哇,这就是法拉利 这还有一个豪车 这是迪奥,Barberi,Golivetang 这真是有钱人呆的地儿 哇